新年过完了整个一个过完年之后 大家肯定也吃了很多的大鱼大肉 然后今天教大家做一个梨子水 解腻又润肺 我们需要准备一些大枣 然后还有橙子 然后作为辅料一起来炖梨 糖冰糖 对 梨子取好皮以后切成块块 我的方式呢会是这样子切 这样子切 然后就可以把中间的糊给去掉 切成大小不一一也无所谓 反正只要你喜欢就好 好 把梨子准备好放入盘中 大枣 我可以取三颗大枣 也给切出来 为什么要切呢 因为枣糊 据说啊 是会上火 所以我们把它切开 炖起来它大枣的味道也会散得多了一起 橙子洗净以后 切 切 切 前后尾端可以不要 将准备好了 将准备好的食材放入入锅之中 加入适量的矿泉水 樱糖少许 等到大火烧开以后 我们选择用小火盖上盖子 炖煮15到20分钟之后 我们就可以喝上美味的梨子水了 请不吝点赞 下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片面 可 感谢观看